《萬千聲輝頒獎典禮》2022日前圓滿落幕 當中郭可營、格家葵和他的女兒衍生電視城 難得回娘家,可營不停與舅友合照聚咎 胡鼎恩亦有貼出與他的合照 令網友相當好奇他們的關係 郭可營當年貴為TVB四大花彈之一 曾經在淡出色影前與胡鼎恩在十兄弟中合作 但劇中對手戲並不多 鼎恩留言自爆,原來他們甚有淵源 因為他們的父母是朋友關係 他小時候已經認識可營